李永远 、李永远 、李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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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永远 做香港剧 港剧就是比較平板 國故事的模式 你一看的時候 可能大概人類介紹完之後 你猜到它會怎麼做 但這次警戒線我們刻意就不一樣 我們要觀眾跟我們一起鬥之鬥力 觀眾辛苦點 就要真的好像在戲院看戲 要一直慢慢看下去 才知道原來嘉華哥的反應力 很後面的某些東西 要細味的東西才行 所以我們希望 給予一些 可能對觀眾來說 是深一點的東西 但他放進去 是有味道的東西給大家 我很高興看到 有些人說 已經開始不看電視 看香港的人 那些朋友說 如果看了這個電視之後 我覺得 他們現在正在做很多電視 是可能看下了我們的智慧 我希望這些戲 是值得花時間看的 因為我們有很多選擇 你剛才也說過 創新、拼搏精神 甚至我們在說 獅子山精神 都很重要 你覺得王維基 有一個新的電視台出來 剛才你有這麼欣賞那出戲 起碼我們看了 在第一集裡面 是好像電影感 這麼劇烈的一齣電影 其實我們是否覺得 這樣的電視劇 是否我們應該是 創新精神、拼搏精神 甚至發牌時的公平競爭精神 都很重要呢 所以我先幫你講 剛才我舉 他儲了很多反弱 讓我先走先 剛才我跟大家提到 新聞部的那種撥殺法 其實一樣是可以拿到 研究那種拼搏精神 因為你有拼搏 有台語台字的競爭 你才是有好東西出的 如果正如好像有些評論家 或者是在報紙現在 有些評論員所提到 香港政府當局 是維護一些 現有的電視台的利益 而抹殺了香港電視的牌照的話 我覺得就變成 例如獅子山下 或者以前那種拼搏精神 是慢慢會減退 將來真是希望香港電視 日日能夠有另外一些渠道 當然成為一個電視台 當然是最好 如果不是的話 你可不可以告訴大家 有否有另外一些渠道 可以播放其他的 你們那一集出來呢 我想這件事 我們到現在 都真的仍然有一個 等於我們拿不到 香港電視的牌照一樣 都是一個很大的 question mark 其實我相信大家 經過這次我們在香港電視 在這十幾天之前 突然間 大部分人 我覺得是百分之九十九 都有一個很大的 question mark 就是為什麼我們的牌照 不能拿到 那就沒有辦法 原先這樣 是很順利地 譬如說 黃維基先生基本上 在兩年前 三年前已經組織了 他很希望 能夠讓香港人看到 香港的電視製作 原來是可以去到一種 即是今日的水準 所以我覺得今天就是觀眾朋友的水準 而且基本上是希望 能夠再 走前些 最主要就是 等國際上知道原來 香港的創作人 是停在八十年代的 是繼續向前走著的 這個也是可以說 香港人的一種方名 但作為一個觀眾 我真的很欣賞 亦都很感謝你 以及你屬下所有工作人員 包括了藝員 包括了編劇 能夠 就是嘔心的血 來打造了這些 這麼好的劇集 不單止是 被外界看到 我們香港 不只是看一些交劇 交劇 是現在的 先 先後果這個 新的名詞 希望 香港電視以後 能夠繼續 來拍出一些 真是這麼有電影感的劇集 好了 我們又想 我想知道 現在在政總那裡 現在的情況 你可不可以 現場報道一下 現在都有一些 陪我們的市民 還在睡著 還在現場那裡睡著 陪我們一起 我們自己 我們十個人 一直遊 第一人遊行 開始 到現在 都流到現在 那 都 平等 到現在 都還可以 看了都還可以 這次事件 最重要的 在我們來講 起碼我們這群留守的 同事 朋友 來講 我們這些實兄弟來講 最重要的 其實我們不是說 就是那個牌 台 是不是開了 可以 看到 這次政府 處理這個事件 是 直接是一個 黑箱作業 就是他 不批一個牌照 他完全不講原因 給我們聽 即是專輯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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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當然是扭開的電池 可以看到 回復 應有 或者是 觀眾們 應該享受到的 音樂 很多謝大家 我們希望 那個 香港人的拼搏精神 創作自由 能夠發揚光大 靠你們 努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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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